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5日,先說個好消息,英國方便 這些消息可以相信,有九成的人已經有抗體了,這麼厲害,這些傳播鏈已經斷開了 即是無論是接種阿斯利康也好,或者是菲薩、莫德納都好 漸漸地,他們雖然不是說10乘10,但他們選的時候,很多都可能是阿斯利康 總之目前,九成人有抗體,原因可能是因為接種,可能的 但是最重要的,你那裏Catch了這隻東西這麼久,英國那裏爆發了這麼久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都有機會染了疫,只不過他們沒有去驗,因為你知道 英國那些GP,各樣有預約,你不是緊急,你可能不去醫院的 你沒有強檢沒有性,可能很多人拚了東西都不知道,公佈得給你聽的數字 都已經是驗了的數字,我都教過大家,怎樣去看它的數字 你一方便看確診數之餘,也都要看它怎樣去撈那些Sample 也就是說你的檢測數字,兩樣東西都要看 那現在,官方公佈,統計數字顯示英格蘭地區,九成四人是有抗體 那你的東西進去,你有抗體的時候,它的病毒量很低 都不會這麼容易變成超級傳播者傳播到其他人 反而,最近蘇格蘭,很多人想去蘇格蘭的,Skotland那一頭 低一點,八成九而已,不是,上升回了,九成三 但始終以英格蘭地區,那個抗體數目是多些 一個九成四,一個九成三 他之前都做了一個測驗,就是在那些公共交通工具那裡去採樣 發現,一點菌都沒有,證明英國那邊,Boris Johnson 咦,他那個防疫,又真的挺到位的 好啦,以下講一下接種方面啦 這裡,居民加拿大呢,那個全針教那邊,起步就較慢 不過呢,都已經有60%左右民眾,完成了那個接種啦 但是,由7月10日,即是截至7月10日,加拿大那邊呢 就有85名,是完成接種之後,感染了,再釘了 那有定義的,這裡,專家定義這件事,叫做什麼? 叫做突破性感染啊,哈 你被人突破了,然後中招,有個鳥庸 啊,都是那些啦 好啦,講回本地資訊 不刻意不給呼吸,沒錯 啊,全針教終於開始了 那麼,招收會員 那以往呢,去檢測的時候就無需自費 那然後逐步了,現在就需要你自費了 除非你是特定群組,那什麼為之特定群組呢? 特定群組那個數目當然有這麼少得這麼少啦 那你說,不檢測就不檢測咯 啊,問題是你公司,很多的那些 那些反人類罪行的公司啊 啊,那已經強制你,歧視你,啊 就必須要,啊,你出事那些 全針教的那些針子,又或者是檢測指 他才給你啊,啊,那就入會 沒錯,啊,這個是一個有點邪術的教派來的 就是全針教,那你迫於無奈底下 啊,自必然呢,啊,就有些人 要是就走去接種,要是呢,就了備了效 我自己沒有病,啊,就要被人有這意猶路 所以,就說那句咯,如果閣下是不喜歡這些東西 啊,你就要找訂席啦 而如果今時今日啊,都未安排好的時候呢 那沒辦法啦,來市玩光色紙的啦 你說不是啊,接種了就不用咯,哈哈哈哈 誰跟你說,接種了不會染病的啊 既然啊,是會catch的 你認為當局,啊,可以不需要你檢測嗎 也就是說,你的接種,啊,和這個檢測呢 是完全脫歐的嘛 既然是脫歐了,那他要100%穩陣 是不是每4小時一次光色紙最穩陣啊 不過有些人說呢,這樣也不夠穩陣 每15秒一次,那你又離譜一點的 人家大小二變人有三急 你每15秒一次的時候 啊,他又拿了些時間,只是做檢測 那就不可以做事了喔 啊,在前面擺著些東西 然後在後面開個壇 那就找些醫護人員和他光色紙 啊,那就搞定咯 前面就可以做公司的東西 後面呢,就可以做檢測的東西 檢測完又出報告,然後公司那裡拿了個報告 啊,又給你上班了,是不是很happy啊 有買有賣,家家有求 都是那句啦 萬一啊,你都要做一些東西 哇,有些人說什麼啊? 不要說他那些,復必太壞話各樣啊 洋人疫苗,啊,我掌你嘴啊 我是醫法支持科興 那還有,喂,又真的咯 雖然我是無針人士 那但是呢,我醫生還沒回來 那但是,如果你給我選 我真的咯 你又不是去旅行的 幹嘛要選一隻痾痕的啊 那當然,我又不明白的 為什麼當局啊,又不可以 給別人自己出去訂一隻呢 三隻東西來講,我覺得最穩陣 其實是阿斯利康咯 我又喜歡阿斯利康多些的 因為那個名字漂亮啊 你復必太科興的字得那麼少 阿斯利康有四個字啊 我呢,接種疫苗只有一個標準 哪個字多些,我就喜歡哪個的了 你至少啊,不要經那麼多人 那直銷啊,這些叫 你明白什麼叫直銷啊 我對直銷的產品呢 信心就大一點的 你不用經那麼多蟲啊 萬一你經那麼多蟲的時候 那些呢,就叫做分銷啊 那分銷箱就不知道package也好 那樣那樣都好 那廢時失事 他始終沒有工廠那麼熟的嘛 所以我對那些分銷箱就一般的 我呢,就堅決支持 力銷箱的很多時候 沒有啊,香港不給打阿斯利康的嘛 之前都還有的,現在沒有了 你要不選科興,要不就那隻 那隻Pfizer 復必泰是不是啊 那你自己選吧 我想那些科技都沒做到定點遙控那麼厲害吧 雖然可能是天真的想法 沒有的,physics啊 或者物理學,教你一招 啊,怎樣可以呢 禁止,防止,啊 防止那些叫做 alpha beta 說那些radiation啊 那你就是呢 啊,就是避免那些電磁波最好的方法 啊,就是用一張石紙套住自己 啊,又或者呢 那間房,啊,那就要有些石紙各樣 還有抗電磁波啊,的一些防備裝置 那你個人呢,就比較少受那些可能5G signal啊 4G signal影響 睡都睡得安樂些 我就是指那些電話塔啊各樣呢 好多電磁波射出來的時候 會影響人的睡眠質素了 好啦,那說回當局啦 啊,不打得不給呼吸 那這樣東西就只會逐步收緊 慢慢一步步這樣,啊,構成經濟的壓力了 那都是啦 啊,當局就認為 我始終,啊,有給選擇你 那就不是強迫咯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不呼吸的 那無奈啦 有些人仍然選擇呼吸 你說不是咯 啊,那個邏輯關係沒有那麼簡單 那些人都是選擇啊 啊,上班而已 啊,你這樣推論的 那你不接種,不檢測 啊,那叫當局啦 啊,就即是 那些不知什麼指示啦 總之上班呢 又上不了的啦 那上不了的時候啦 那朱敏傑不會跟你說話的嘛 他已經被人 收了把嘴又病了 變了一隻冰鮮豬 一隻平機會那個 那結果 你沒有了份工啦 那我又假設各下 又沒有什麼積蓄 又要交租啦 那你沒有啊 就是 如果沒有了份工 那你基本上呢 就等同是沒有了食物 沒有了水一樣 那當然 這件事都不可以這樣推斷 因為性質有少少不同 那你呼吸這些東西呢 你只要閉氣一分鐘 那你就死亡的了嘛 沒有食物 那都可以捱到一個禮拜 沒有水飲 那就三天啦 那只不過是快慢的分別 啊,和不打針不給呼吸 那就是一步步推的 不打針不給上班 不打針不給吃東西 不打針不給喝水 不打針不給呼吸 那就是三天啦 這幾個層次這樣慢慢推出去 那當然 我覺得當局呢 給了很多自由度大家的 都沒有去到這個 全針教第九重天 萬佛朝中 什麼叫萬佛朝中啊 你不加入全針教 就罰到你呢 這個為之萬佛 如來神掌第九色啊 首當其衝的 那就不好意思啦 越服務大眾那些 就越飽受這個郵輪啦 包括醫護的行業啦 包括那些院舍啦 包括那些機組人員啦 而這三樣東西啊 都是變了那個服務上呢 搞鬼住那些啊 那個叫門道啊 門道不得暢通 你想一下啦 香港去英國 英國回來香港 現在最重要的是什麼 機組人員啦 不是你檢測方便那些啦 因為你要有個陰性報告走過去啊 跟著有些啊 想熟習一下訂方 然後回來 跟著搞下些東西 跟著才過去的 變了檢疫酒店那些員工 現在又難請人啦 因為他一定要強制你檢測 不至乎是強制接種那些啦 都不是強制的 你可以選擇不做的 然後九月開學 這裡 恢復全日面售的話呢 就要有七成師生去吉針 希望群體免疫這樣說 教育界說歡迎這個措施 那我不知道哪個教育界啦 他歡迎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說 學生不去接種的時候 那又怎樣啊 不要搞小孩子 但是如果那個學生不去接種 就是搞著整間學校 那沒有得上學那些 是不是啊 正還是你會特別為他服務 課堂呢 實體課就一班 然後呢 就找些上這個網課 那你會不會這樣先 很明顯很多都不會啦 結果九月就陸陸續續的了 那就是那些小孩子 那就有憑小吃了 為兩餐物都肯製 前世 猜不到兩餐這麼難賺 這裡 兼196宗亡魂 抱歉 你接種後異常 又或者多些忘記事 又或者是 暈低 為之亡魂 說錯話 接種後異常 兩青年呢 心口痛的說 就是未死得啦 好消息 過去一星期而已 啊 共接說196宗 接種完之後異常的報告 累計呢 4千幾百宗 那放心啊 異常個案裏面呢 我上次看那個 飛沙風中轉的個案 那兩百多 那他加速了那麼多 那應該都有八百至一千的 那我不知道他怎樣去定義那個異常 定義很重要是吧 那不要緊要啊 12歲 15歲青少年 懷疑心肌炎 心包炎 那你查回 他這裏就說有27宗 涉及離世前呢 14天 就接種的 不過沒有一宗是跟打爭有關連 那這裏講了你聽吧 27宗兩個星期 是不是啊 我照著文句推斷的 還是 他講以前那27宗 咦 那我上回 聽完之後 很久以前的事了 兩個月了 那就是兩個月前有27宗 現在有27宗 是不是這樣啊 應該不會啊 我猜他這個 講27宗 就是講這個星期發生的事 那不理他啦 牛不飲水 不禁得牛頭低的 那很多人要飲水 那於是乎 很多人的頭低了 頭惡惡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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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